我们来看周三美国公布的几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首先是亚特兰大联储局公布的销售增长预期 销售增长预期在4月份放缓 4月份的销售增长预期数字为6.64% 略低于3月份的6.76% 显示在实体经济层面商业的乐观情绪在下降 其次是芝加哥联储局公布的杠杆指数 该指数继续上涨 4月份录得0.47% 较3月份的0.41%进一步上涨 显示经济在加速去杠杆 我们从历史来看 该指数一旦涨破1这个临界点 通常都会出现经济紧缩 甚至是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此指数值得我们密切留意 我们下面接着看美国统计局 昨天公布的生产厂商的订单情况 生产厂商的耐用品订单金额在缓慢增长 4月份预额环比增长了0.4% 较3月的增长0.6%有所放缓 我们再看昨天公布的此数据的两个细项 首先是生产厂商的汽车和零部件订单 其金额小幅下降 4月份的订单虽然低于3月份的订单 不过整个行业是否迎来拐点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其次是生产厂商的电子产品和电脑 其订单目前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英伟达在公布数据之后 盘后出现了大跌 那么我们从行业的数据 可以看到如果汽车 电脑和电子产品的新订单金额都在减少 那么对芯片的需求降低就非常自然了